Hello, 歡迎大家來到鬆仔亂說 今天是一個大日子 今天是英國的才爺Soulnark 宣布2021年新一輪的財政預算案 在這個財政預算案裡面 有一些東西是我們香港人非常關心的 就是這個Stamp Duty Holiday Extension 究竟才爺說了些什麼 我們事不宜遲馬上去片 喂喂喂 喂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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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來吧, 開門看到了 這不是軟的軟的軟的嗎 對於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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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軟 不燙的就去玩吧 哈哈哈哈哈哈哈 今天在財爺Soulnark 宣布的財政預算案裡 有幾樣東西是對我們香港人有很大影響 尤其是准备来英国置业,或者现在还在置业,未成交的人都有很大影响 第一,就是这个Stamp Duty Holiday的extension 众所周知,这个Stamp Duty的Holiday 一直到3月31日就会完结,这是原先的设定 但是,财爷就因为怕这个楼市会有断层式的断裂 如果在3月30日就这样就停了 所以他在今次的财政预算案里面,就推出了两个方案去补救这个Stamp Duty Holiday 第一,就是五百千以下的楼,Stamp Duty Holiday的豁免期间 是会一直延长到6月30日,即是延长大概三个月左右 距离现在约有四个月 以我的经验来计算,如果你现在开始找楼,甚至那一层楼可能有chain 但是,你买到它,在这个期间内成交到的机会,其实都有大概七成的 所以,就突然之间更加多的人在这个时间在抢楼 第二样有关的就是,二百五十千以下的小楼 也不单只会延长到6月30日这个免Stamp Duty 会一直延长到9月30日 即是说,如果你买了一层楼,是不超过二百五十千 那你一直会免Stamp Duty 免到9月底的 即是你超过都好,头二百五十千 都是不需要计算的 过了这二百五十千之后,那一部分 在6月30日之后,才开始计算的 那除了这个印花税减免的优惠期有延长之外 那大家有些人,如果follow看我的频道都会知道 4月1日,这个OVERSEA BUYER的Stamp Duty就要开始启动了 但是这个期间启动,是跟它延长那段时间有一个重叠 那现在暂时来说,我们都未很清楚 如何可以claim OVERSEA买家的那一部分税 因为如果你是买完一层楼,直接搬来英国住 你住满183天,成为了英国的Tax Residence之后 按道理上,你可以claim 你多给了这一部分OVERSEA BUYER的Stamp Duty 但是因为你买的时候,你仍然是一个OVERSEA BUYER 所以你买的时候,成家的时候,如果你不是英国 你不是已经是英国的Tax Residence 你是必须要给的 但是之后这一部分税,理论上应该可以claim 至于海外买家印花税到底要给多少呢 可以看回我之前有一条影片 有清楚解释过海外买家印花税 和普通本地买家印花税 或者你买多一层楼要给多少税 一个详细的解释 大家可以claim右上角有一条影片 就可以知道之前我说过的什么了 虽然现在减免期的一个时间上有出入 但是我们上次那条影片的内容基本上是没有变过的 在今天的财政预算案里面 Suna也提到政府会推出一个全新的计划 去帮英国人买楼上车 这个计划就是英国政府 就会作为一个类似担保人的角色 就令到银行是愿意向 这个借贷的人去借出 九成五的这种按揭 所以如果你是想买楼的话 只需要给五个百分之就可以上车 但是有什么条款呢 这次新的财政预算案 Suna也提到 他这个新的借贷计划 是可以给买家买到大概六百千左右的楼 即是六百千是个上限 六百千其实已经cover了英国86%的楼宇 都是六百千以内 所以如果你再买贵一点 你已经是根本没理由需要这种这样的mortgage 所以它已经cover了很大部分人 另外就是 它说明这个计划 不一定要是first time buyer才可以用 就算你不是first time buyer 你换楼 你都有机会符合资格 当然这个计划主要都是focus下去 帮一些年轻人 或者一些首次事业人士去上车 就不是帮一些换楼人士去换楼 但是它也可以涵盖到这个范围的人 另外香港人最关心的一件事 就是你推出这件事 那我们有没有份呢 我在这里很现实地说 我们香港人如果是隔山买的 或者你未成为英国的tax resident之前 这个 scheme其实对你的意义不会太大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就是一个本地的mortgage 首先 那它首先 下个月开始就会推出这种95%的mortgage 其实以前也有的 不过由于因为 太多人没工作 那些银行怕高风险 那其实近covid之后 就几乎所有银行最高最高 都只能借到九成 是借不到九成半的 但是呢 就是从4月开始 那它就找了 Loyce,Netwes,Santande,HSBC的大行 就去帮它这个 scheme加持 就会去批出这些九成五的mortgage 那至于有多少银行会肯做 还有有多少家银行是会批准这些mortgage 那这就depend on政府和银行之间的协定 还有政府看看 稍后会不会更加有多些公布细则 但是以我的所知 那就算你是有这个 scheme在这里 那如果香港人需要借这些mortgage 那首先你要是成为了英国的tax resident 另外你要在英国是有一份长期固定和稳定的工作 那银行才有机会是接受你的申请 否则就算有政府做guarantor 都无用 因为你根本没有那个还款能力 那所以呢 如果是香港现在想着 过来买楼的朋友 那其实你也是要经这个 international mortgage的途径 如果你想借的话 which is 我上次所知 上次和龙哥都说过 那就是 BOC和HSBC有做 那另外你也会经一些mortgage broker 去找一些相关的mortgage 那暂时这个95%的LTV的mortgage 就未必可以适合香港人去申请 那在今天的财政预算案里面 另外一样之前传到沸沸腾腾的是什么呢 就是capital gain tax利得税 会不会增加呢 之前呢 在网上传到 现在的利得税 在今次的财政预算案之后 是会由20%加到30% 或者是40% 这个增幅是会超级惊人的 假设你想想 如果你买层楼是200万的 假设你五年后层楼升到300万 你赚了100万是不是 这100万里面 如果是40% 你要付40万这个政府 是很夸张的 但是 好消息就是 今天算案讲 暂时都是会freeze的 就是没有变 没有任何改变 直至零行通知 大家暂时不需要担心 另外大家要留意的就是 利得税 capital gain tax 就不只是apply 到买楼买楼里面 另外其他你的任何投资 比如股票 炒外币 比特币 那你这些所得的钱 都需要计 capital gain tax 所以现在他freeze了 这个tax rate 是对所有人 都是一件好事 那最后一样我想跟大家讲的 就是英国的 personal allowance 个人免税額 那今天的财政预算案里面 也提到 由于这个pandemic covid的关系 政府 欠落周身债 一般来说 其实每年的个人免税額 怎样都会加一千几百 例如 12500 理论上 应该加到 13500 那样 年年都有所增加 一点 但是很不幸 因为这个pandemic 关系 政府真的没有钱 所以今年 这个免税额 亦都会freeze了 亦都会freeze到 2026年 所以是有时间freeze 现在到2026年 都不用指望 那个个人免税额 会有所增加 另外想提提大家 英国就没有那些 已婚免税额 或者什么子女免税额 没有这件事 唯一已婚和单身的分别就是 如果你已婚人士 你太太或者你老公的免税额 用不完 他可以将余下那一部分 就过下去 给你用 这样的 其余方面 是完全没有分别的 说完香港人关心的东西之后 我亦都有一点 总结 总结来说 我这次 这个财政预算案 是比我想象中 低辣 很多 因为我本身 想着它 capital gain tax 会加到 30-40% Personal allowance 我自己在想 他可能不单止 不freeze 还可能会减 我有这样的想法 还有corporate tax 本身是20% 今年就说加到25% 比我想象中低 应该理论上 听闻会加到30% 另外还有 Online sale tax 就好像都没有加 如果有错 请指证 因为我真的没有细心看 这一方面 但其实我自己觉得 不是太公平 因为你网上 现在很多人 COVID 不可以出街买东西 变成了开了很多网店 但网店 尤其是网店龙头 亚马逊 eBay 这类型的公司 为什么他们 Online卖东西 是不用交 这个business rate 例如你在英国 做生意 你要交一个差响 因为你要地租 那些东西 要租店铺 有一个差响 但他们是完全免 所以SUNAT之前一直都说 会认识 会加这样东西 大概 好像是2% 但是我今天 听他的budget 就不见他有提 这样东西 有错 请麻烦各位指证我 所以我觉得 今天 财政预算案 那个辣度 是 直接是微辣 可以用 不是很辣 比我想象中低很多 我以为 他会 真的很辣 因为 为什么会有 这个逻辑呢 就是因为 现在Boris Johnson 其实上任了大概一年左右 如果他是想连任的话 他不能够将辣的措施 放在他连任之前的一年来做 这样哪个会先选他 所以 通常一般的做法 就会在他初期 当选之后 初期 就将这些很辣的招 推出来 把铺平前面的路 你明白吗 现在辣了 你之后没那么辣 就好像很甜 就觉得好像很做得事 这些通常都是一些 政客的 吸取选票的手段 我以为 一路外界都认为 他这次可能会很辣 那个 财政预算案 但是可能因为 pandemic 影响严重 他怕有 民情的反弹 所以 他也是倾向微辣的 这次 甚至乎 另外 那些 Furlough Scheme 那些 没得上班的人的 一些资助 延长到 9月 另外 做生意的话 那个business rate 就是 再免多一季 一季即是三个月 因为去年免了一年 那这个季度 再免多三个月 应该是到七月 才需要再交 其实 都对 做business的人 很仁慈 说真的 总括来说 这次的budget 我个人觉得 他是 挺好的 做得挺好的 Suna 不单 做个budget 出来 真的有声有息 看完你是开心的 不会愁眉苦 念苦瓜干 另外 他个人 有个个人魅力 本身他自己个人 都比较年轻 出来的感觉 很chamming 有一种 换言一身的感觉 希望他来年 会继续做得更加好 那今天的时间 差不多 希望这条片 帮大家 如果大家喜欢 记得like share 和subscribe 记得按下个小铃铛 那就知道我下次 什么时候出片 今天时间又到了 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